哈喽,大家好,我是喜欢香草热爱田园生活的尼克 在观赏我的影片之前,请记得先订阅我的频道,并按下小铃铛哦 那我想很多人都认识香草,就是Herb,就是H-E-R-B 就是有香味又能够融入生活当中的植物 那另外有一种叫做香料,Spice,S-P-I-C-E 那香料呢,就是一些干料,然后加在食物当中有很芬芳的味道 其实香草跟香料本来就是一家人 今天要介绍是这个香料茶,C-H-A-I-Chai 那菜是英文字,它就是印度香料茶的意思 那基本的原料就会有红茶,然后再会有小豆蔻 那小豆蔻叫做Catamon,Catamon 那再来的话就是会有Cinnamon,Cinnamon就是肉粿 肉粿,那还有一个就是Clob,就是丁香 那有这三个材料去组成,那加上红茶的味道 那如果觉得味道很浓郁的话,就像刚才提到 你可以加一些牛奶进去就更温和了 诶,诶,这什么东西 诶,这里有一瓶这个,这个好像红酒哦 那是我今年买的是五酒精的果汁 这是香料果汁 那它的果汁基底应该是葡萄汁 再加上一些蔓越莓汁 那香料就跟刚刚介绍的一样那一些香料 那这个是五酒精的 所以说我觉得很顺口,很好喝 因为同时认识了一些香料,也认识了一些英文单字 诶,有发现吗?瓶盖不见了,酒杯来了 来,我们来喝喝看 它其实是五酒精的,我觉得很好喝哦 然后很浓郁的香料 那香料其实有时候也帮助消化 所以饭前饭后 饭前可以促进食欲 饭后当然是帮助消化 Cheers 哇 酸酸甜甜的 然后又有一点那个丁香的味道 丁香的味道很容易辨识 所以当你开始慢慢学习香 就会认识丁香这个特殊的香气 哇,好棒哦 如果你喜欢我的介绍,欢迎你分享 你经过的频道 去享受香草与田园生活的美好 Cheers 来,继续喝我这个香料果汁 嗯啊,好舒服哦